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暴雨从天而降 带来人生安全和财产威胁 在旁河大雨的环境下 你看不到你的脚踩的是什么 一个不觉意踏空了 就真的是有线 每一次打长风浸一次水 我们全身每次都是用废数字 极端天气带来破纪录降雨 洪水从哪里来 应该向哪里走呢 以前是农田巨镀 变成棕地会有一些石屎 甚至是泥头覆盖着 你不透水的物料 会令水积聚在上面 水向低流 中间如何引流 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决定 找一些地方做速水湖 如果大雨 就会存在那些水 通常旁边有个泵房 抽水去河流或大海 就会去哪里 香港有不少排红改善工程 都在进行或规划 面对极端天气和城市发展 洪水要如何引流 才可以应付到下一次 百年一遇的步远 当时很混乱 很不知所措 其实是十五分钟之内的事 水位已经浸到它 车整天浮起了 张小姐每晚都会泊车 在柴湾环翠村这个停车场 上个月7日 台风海葵带来暴雨 天文台先后发出 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信号 她不放心就过来看看 走下去 我平时停车场的楼梯出入口 就已经看到那些水 是不断地湧进去停车场里面 水流太急了 好像瀑布一样 当时她看到自己的车 已经被水浸过了半个车 车身都进了水 十五分钟之后 整架车浮起了 已经洗不走 看到水位过了柱一半 再过柱的大半 到差不多整架车抹了顶 只可以眼白白看着 上个月 极端天气集港 连长暴雨 为香港九月份 带来1067.1毫米雨量 是正常值的三倍以上 创夏天文台录得的历史新高 其中台风海葵残余相关低压槽 带来被誉为500年一遇的暴雨 导致最少60宗水浸 柴湾环翠道回旋处 是其中一个重灾区 一个星期之后再有暴雨 柴湾停车场再次水浸 发生了这么大型的水浸 管理公司和渠母 他们都没有及时做一些更好的防水措施 如果渠母做得不够好 我相信这些损失 绝对可以避免 张小姐说听家人说 柴湾在30年前已经是有水浸 2016年10月 超强台风沙利加 柴湾略过香港导致黑雨 有街坊在商场 中气定神闲地喝咖啡 她说在那年之后 附近经常见到有渠墓 或者水管工程 但就不知道何时才员工 其实对于工程 耗时这么久 都未见到一个进展 都没什么期望 只是希望政府 可以将一些有急切性的 买高一点 顺利率 快一点完成 翻查东区区议会的文件 因应2016年10月 柴湾道回旋处的严重水浸 渠母处在翡翠道 进行雨水排放系统改善工程 包括加建地下排水管 以减少雨水冲上马路 工程原定在2021年完成 但时至今日 工程仍然在进行 今年4月 东区区议会一份文件显示 原本施工的承建商清盘 有关工程 预计研至2024至25年度 才可以完工 翡翠道上游有一条天然溪流 接驳一条直径1.7至2米多的 地下排水管 有市民在上个月初黑雨期间 拍到山洪步伐 大量泥水由溪流越过挡水墙 沿翡翠道流向回旋处 柴湾是由斜坡 即走下坡 然后这里做一个折流的动作 雨水就不会流到柴湾站附近 专做地下管道工程的管线监理师 王敬和测量师邓兆峰说 山上的洪水如果没有做好引流 就很大机会会流去山坡下面的民居 东区其实也是斜坡比较多 东区的斜坡附近做一个折流的隧道 技术上应该难提不大 因为它变得水不测入市区 折流是现代的防洪三招之一 所谓防洪三招是包括在上游折流 即是兴建雨水隧道 折取雨水改变流向 中游速控是将雨水引流到速洪池暂存 达至缓冲作用 最后是下游的疏进 进行扩大和改善地下排水渠的工程 渠务署在市区进行多项防洪三招的工程 包括四个已经建成的速洪池 有两个就在尖沙咀和观航建 还有三条分别位于荔枝角 港岛西和荃湾的雨水排放隧道 将雨水由半山直接引流出大海 十几年前的尼敦道 泉湾和上环等地 在下大雨的日子都经常会出现水浸 王经说雨水排放隧道 和速洪池等的排洪工程 舒缓了这些地区的水浸问题 9月初出现严重水浸的柴湾和黄大仙附近 都没有相关的排洪设施 王经建议延长荔枝角雨水隧道 导致黄大仙甚至观塘 有助缩到山上流下来的雨水 当你有水浸, 水就会在这里折住 下面就会很少水 而我的股船会少到起码百分之五十 香港可以做折流的地方 其实也挺多 在这些适当的位置 如果我们做一个太洪的隧道 我相信不知多少年一遇 都足够能力令水直接排出大海 上个月初黑雨当日 在黄大仙商场和龙长道对上的 黄大仙道 洪水在路面形成了河流 水浸之后两星期 王经和邓绍峰来到这里视察 发现可能导致当日水浸的缘空 后面有一条很大型的 一个雨水排水管道 是狮子山整个山坡下来的水 的一部分 看到这里有一些斜坡 似乎曾经有山坡滑体情况 所以我会怀疑当时这个山坡滑体 会把泥塞住排水管道 当雨水全部涌上地面 令行人路变成排水道 然后顺势沿着水流 就一直涌到地铁站 针对黄大仙的排虹设施 2015年当局完成东九龙与水排放 整体计划的检讨研究 提出在摩士公园 在地下速控池 原本预计今年开展 但渠务署网页的相关公告指 工程现况是规划设计中 渠务署回复本台查询时候 2015年完成检讨之后 已经即时委屈顾问公司 展开规划和检查 预计在明年完成详细设计 渠务署又说 预计明年会完成 应对海平面上升和极端降雨的 防洪管理策略规划研究 刚刚公布的施政报告也提出 会全速推展超过80亿的 雨水排放系统改善工程 至于上个月初 黑雨引至柴湾的水浸 立法会议员梁熙说 当日有大量的泥石 堵塞了引水道 令雨水沿着山坡流入市区 渠务署回应说 正计划在山上 建一条雨水速控隧道 收集沙基湾和柴湾 上游杂水区的雨水 半减那一区的水浸风险 是不是来得迟 如果是越早固然是越好 但是起码现在他愿意去做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很好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极端天气 是会导致这类型的大型排风 和雨水都会常常频化发生 所以我们也期望在这方面的工作 在可行的情况下都可以加快 我们也期望在山坡流入市区 在山坡流入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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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有二十多万尺 我们都是用来能够种一堵太阳花 是我们种太阳花 每天都要好点照顾一个小朋友 要很识心照尿它 不过上个月初的世纪黑羽 就将梁逸顺的心血摧毁 天文台一小时内 录得158.1毫米雨量 是自1884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纪录 全港多个地方出现水浸 乡郊地方都不能幸免 梁逸顺说当晚农庄水深达到2米 30亩农田被水淹没 这个水塘原本是种向日葵的农田 梁逸顺损损失几十万 一年的沙子我们全靠在农作物那里 我家的这些全部都是这么低谷 所以没有办法 就是叫做无一幸免的 为了赶下一个花旗 水浸后几天 梁逸顺就陆续开始放水 翻土、晒田 希望可以尽快重新播种 严重的水浸对梁逸顺来说并不陌生 这里自1989年起 已经被渠务署列为水浸黑点 梁逸顺说天文台每次发出暴雨警告 这里都基本上一定会水浸 五百年一二、一百年一二、十年一二 但是可以说每年都可能一二会 甚至每年几月 之后很无奈 新田西河贯穿梁逸顺的农庄 河水流向深圳河再出大海 梁逸顺说每次下雨 这条河都会泛滥 渠务署在西河的旁边 装了监测河水泛滥程度的电子仪器水文站 当水位高达水文站境界线的时候 就会闪灯和响警报 同时会发信息通知居民代表 提醒他们撤离 不过梁逸顺说洪水通常都来得很急 两个钟已经水深及要 未等到通知他们已经要走 暂时就发送给一个负责人 就是发送给我 我们起码要通知成二十户人 逐家逐家打电话 甚至如果通知不到他本人 通知他在市区的子女也好 等到他响我们就死了 根据渠务署的资料 现时本港有四个水浸黑点 当中有两个位于新界乡郊地方 石湖围就是其中之一 亦都是四个黑点之中 级别最高的一个 这儿应该是信哥附近的那些田 开始出现大片大片的一些棕地 再有一个 我看到有些钓碑 我看到有些回收场 一直有关注乡郊 以及城市规划的团体认为 新田属于低华地区 地理上本来就容易发生水浸 加上附近土地用途的改变 加剧了水浸的问题 对比2000年到现在 新田一大的卫星图 绿色的部分是农地 而白色的就是铺了石屎的地方 黄少雄说这里白色的部分 越来越多 反映不少农地 都改变了土地用途 例如变了货仓和车厂 当中他们估计 这一带的棕地面积 比过去30年 增加了超过四倍 本身以前这里是农田 居多或者甚至乎是玉堂 真的会存到水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变了棕地的话 其实是会有一些石屎 甚至是泥头在覆盖着 不透水的物料 会令到水积到在上面 也都是将整个原本的农田 是填高了的 所以会导致水流向了 周边一些的 仲美棕地化的地方 譬如换架了农田 就解决新界水浸问题 它没有处置80年代尾 开始实行乡村防洪计划 1988年 在天水围石岗围 完成了第一个乡村防洪设施 在受水浸影响的 乡村四边起基堤 防止外面的雨水涌入村内 并在村内建设雨水收集系统 将雨水送到速洪池储存 当速洪池的水位升到预测高度 就由雨水泵防 将雨水排到基堤外的地区 现时全港有27个地方 35条低花乡村 完成了相关的防洪工程 包括锦田、牛潭尾等地区 新田是乡村防洪计划的其中一个选址 梁逸顺的农庄和速洪设施 只是相隔一条高速公路 但就不包括在防洪计划之内 根据渠务署资料 速洪池会将水排放到 新田东河之流和西河 而西河正贯穿它的农庄 排放洪水对它来说是雪上加伤 政府就动用了几亿 来做这个速水池和这个奔黄 我们在外围是受不了的 就把水排放下来 它这个不是和我们解决问题 是伸当我们一脚 这个月8日 即是世纪暴雨一个月后 台风小犬又带来 历时超过21小时的暴雨警告 原本差不多干的田又再浸过 农田种不到花 反而种出雨 过去四十多年 不断和水浸抗衡 梁一迅说 水浸随着极端天气 会变得越来越频密 他期望政府要认真 规划这里的排水系统 一看完这些照片 我很大感触 这里是一片好山好水的 涼田 是人来的 心里很难过 你可以走 我差不多走 继续押下去 如果他再不去反省 如果这样下去 可以涂天蓋地 是这样水浸 是无可避免 无一幸免 提出两个阶段的改善工程 第一阶段已经在2014年完成 根据区议会文件 区务署安排在2015年3月 就第二阶段计划 咨询环境改善委员会 但因为主要持份者有反对意见 而未能够如期咨询元朗区议会 2020年 柱方曾经在回应议员查询时候 和新田乡市委员会 未能达到共识 至今工程项目 还未获得相关持份者支持 工程师吴柏雄说 和土地持份者协调 是香郊渠务工程面对最大的困难 香郊遇到最大的困难 一定是土地拥有者的意见 要处理不同的地下设施 有电纜、煤气喉、钢纤 在这么窄的路里 做这么多东西 还要加上污水渠 还有现在的排红渠 因为我们涉及很多私人地的业权 有些情况下 我们政府工程师想做的 都会被一些地方规限了 渠务署回复我们查询说 政府和相关私人业主 按各自的责任 建造和保养各自土地范围内的雨水排放设施 政府各个政策局和部门 会继续和各持份者协调和合作 以改善香郊地区的水浸情况 吴柏洪说 近十年来 渠务署多次就不同地方 展开雨水排放系统改善工程 已经解决了不少水浸问题 不过长远来说 渠务署应该要就着极端天气数据 改善整个城市的渠道规划 今天我们讲的二百年一年 我们不知道 将来会有六百年 或者更高的时间要考虑 怎么做呢 我们一定要掌握整个数据 去电脑化 然后慢慢工程师用科技 然后再去做一个微调去改善 这样才在长线 是帮到整个城市手